尊敬的大德 法师 各位同餐道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南无阿弥陀佛 我每天在这里跟大家讲因果业力的故事 大家也听了很多了 也都知道 善恶到头终有报 佛教里讲 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算命就是因果 因果是这个世间最公平的裁判 我们自己的命运也是自己的因果业力导致的 因缘会遇时 果报还自受 我们机下的因 带到因缘合合 因缘具足 果报就会现钱了 有很多人不相信 就说我作恶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看到 业力是非常可怕的 谁都逃不掉的 我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朱敬州老居士亲自讲给静空老法师听的 朱老居士一生亲自遇到了这些事情很多 他讲 夜阴果报是真实的 决定不是虚假的 在民国初年 有一位财主 在清朝时期 做的官不小 住在上海租界里 他有四个姨太太 加上自己的原配夫人 共有五个太太 清朝灭亡之后 他就住在租界念佛 做些慈善事业 大家都称他为善人 过了几年他死了 死了以后 四姨太太就非常想念他 就去找了一个通灵的人 希望问问他的情况 正好呢 有一个法国人是通灵的 能把过去世的人找回来 与家亲眷属谈话 也就是负在人身上说话 这个通灵的人呢 收费很高 一次要一千块钱的姻缘 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一般人呢 还付不起 四姨太太付了钱之后 过了三天 还没有消息 就去找这个通灵人问 你是不是在骗我呀 法国人说 我绝对不是骗你的 我确实去找了 找了三天都没有找到 然后又说 你们亲戚朋友当中 如果有过世的 我再帮你找一个 证明我不是骗你 我只收你一半的费用 正好他们家的大儿子也刚刚过世不久 大儿媳妇就说 那好吧 你就帮我找找我的先生吧 不到几个小时就找到了 他负在人身上 声音确实是他的大儿子 一点都没错 就问他死后的状况 他跟家人谈了 然后呢 又问他 你的父亲到哪里去了 怎么找不到他了呢 他说 父亲堕了地狱了 家人就非常的吃惊 他一生行善积德做好事 天天拜佛念经 怎么会堕到地狱去了呢 大儿子就告诉他们一个故事 说在清朝末年的时候 北方有灾难 朝廷命他的父亲去振灾 他的父亲将振灾的钱挪用了一大部分 所以灾民得不到赠款 死了很多人 因此 他堕了地狱 他说 现在在上海 还有几个人知道这件事情 于是四姨太太就去找他先生的老朋友 做过钦差大臣 也参与过赠灾的 发现确实有此事 但是究竟他有没有推没灾款 那就不得而知了 后来他自己于心有愧 将吞没的那些钱拿去做好事 布施 修桥 铺路 天天拜佛诵经 仍旧抵不了罪过 还是要堕地狱的 所以那个法国人的本事 能找到恶鬼道的 地狱到他就没有办法去了 这就与地藏经讲得很像 地藏经说地狱有两种人可以去 一种是菩萨到地狱去普通众生的 另一种就是有地狱罪恶的人 除这两种人之外 其他人决定是见不到地狱的 我们懂得了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以后 自己起心动念都要知道约束了 不要认为起个恶念没有罪 这是完全大错特错的 从这个故事让我们知道 因果报应是丝毫不差的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存侥幸的心理 我们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以后都要注意 千万不能有恶念了 我们的一念之恶都是在造罪了 所以我们现在修行 我们知道了 佛门里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 万般带不去 唯有业随身 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每个人究竟都是要经历生死轮回的 当我们这一世离开 下一世的命运 下一世的归途 就要随业轮转了 我们什么都带不走 唯有自身的业力 和般若的智慧 时刻能随身的 所以大家要敬畏因果 广修善业 学佛首先就要深信因果 如是因如是果 是真实不虚的 祸福无门 为人自招 善恶之暴 如影随形 我们不要等到恶暴现前 才知道忏悔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我们今生有缘 遇到了念佛法门 此生不像今生度 更待何生 更待何生度此身 我们都是有缘人 我们要向佛菩萨那般 敬畏因果 众善因 积善业 逐恶莫作 众善奉行 觉悟人生 解脱六道轮回 得究竟常乐 念佛 成佛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 弘扬法不诗 喜欢 请点赞 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放 优独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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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放